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女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我们在今天带给大家的 我爱我家 我是胡美剑 再次的为朋友们邀请 这是钟山英钟叔叔 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一阵子没有和钟叔叔 在节目当中一块讨论了 欢迎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和钟山英钟叔叔 宠物专科医师 我们一块讨论 你家的猫咪狗狗 猫爸爸狗妈妈们 有任何的宠物的医疗问题 欢迎朋友们直接电话 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713-984-0424 713-984-0424 来我们先欢迎钟叔叔 钟叔叔你好 胡美剑 早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 早 欢迎钟医师再度的参与今天的节目 想问一下钟医师 在近来 因为我们有几位听众导师提到的 他想问的就是 在现在他去打针的时候 医生会问他 我们现在有这个 Heartworm或者是free的药 但是是generic 不是brand name 他说这样子switch 由这个A brand name switch到这个generic 会不会有不适应的 这个情形 会不会有过敏 会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想问一下 钟医师这一方面 可不可以提一些 分析一下 是 OK 因为 generic跟那个 name brand 其实他的成分是一样 是他的所谓的pattern 就是专利期限已经过了 你过了十几年以后 专利十几年以后 其他的公司就可以依照他的成分 还有配方来做那个药 所以如果你要switch到别的 就说不是name brand switch到generic的药的话 应该不是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 药的效用 它的成分是应该是一样的 OK 但是有时候这个original就是name brand 它做就是写那个pattern 写那个专利的时候 嗯 从又留一手 也不一定 法律上是则定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是有时候也会发现 是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应该不会是造成过敏 switch到另外 就是另外一种药 或者是从name brand到generic 应该是不会造成过敏反应 因为你以前没有过敏反应 就应该不会 因为它的成分是应该一样 OK 所以这一个应该来讲 不会有过敏的情形 是 好 所以这一个呢 先谢谢中医师的分析 但是如果会有 通常来讲 会是什么样的过敏情形 过敏就是 怎么样情 第一个 如果用低的话 就是低剂 低在毛发上的 可能对低的地方会红肿啊 对皮肤的过敏 那如果真的 狗狗或猫咪 对那个药有过敏的话 可能会造成全身性 当然像发烧啊 呕吐啊 这些事情 拉肚子会不会 拉肚子也有可能 其实每一只狗 每一只猫 表现出来的症状都不一样 但是 有些有给那个 Tick 避失的那种药 有些是专门 只有给狗用的 你不能用在猫身上 猫身上 用在猫身上 毒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用的时候 他一定会告诉你 不能用在猫身上 那个狗的药 你就不要用在猫身上 家里有狗跟猫 你低的时候 没确你没有拿错 这个最终 OK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在这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么在这的话 第一个 我们就是听众朋友 提出来的这个关于 现在有 就是 不是brand name 比较便宜 他说可以便宜 快一半的这个价钱 所以对于宠物的主人来讲 这不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 一个新的产品 但是呢 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我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 那么 下边的话 我就想请中医师先看一下 在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五月中了 温度在下个礼拜 其实这个礼拜 他就已经在九字头以上 今天大概就九十一九十二度了 下个礼拜会可能更高 那么下边的话 狗狗身上 或猫咪还好 我们先从狗狗来讲 他们身上的这一些 我们这小宠虫吧 不管是跳蚤 或者是这个tick 是否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算点了药 他还是有可能会到他们身上 我们点药的 吃药或者点药的 这个时间可不可以缩短 OK 是这样子 最近那个跳蚤的case 越来越多 对 OK 是这样子 看哪一种药 有些像有些低的药 他有时候可能会告诉你 你二十八天 四个礼拜 一个月要第一次的 那如果说是 那个狗狗或猫咪身上 有很多跳蚤的话 尤其是你第一次d的时候 第一次d的时候 他不可能 百分之百 又不是DDT 以前救的那个DDT 那他可能百分之九十五 这样想好了 如果有一百只跳蚤在身体里面 在身体上面 他95% 96%有效 他可以杀死96只 你可能像四只 那四只可能很虚弱了 但是这个月点的药 没有把它杀死 那下个月再点的时候 就是make sure 他全部会被杀掉 这样 所以你第一 尤其是第一次点 很多跳蚤 第一次用那个药的时候 在一个月之内 你可能还会看到 就是当然会 Dramatic 就是减少 减少非常多 可能会 只有看到一两次这样子 那个是并不是说 那个药没有效 那就是药的 他的效率就只能到 不能到百 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 所以那下个月再点的时候 应该就通通会杀掉 但是呢 他的跳蚤的那个 life cycle 就是生活史 他只有百分之五是成虫 其他都是 其他的软啊 幼虫 如果你在身上找到五只跳蚤的话 就表示在你的环境里面 可能有软啊 有幼虫啊 有一大票在那 时机到的时候 另外95个就会上来 所以 所以有时候是你点了 把身上的杀死了 可是从环境跳上来的 那你会觉得那个药没有用 我现在讲这个药是 收医师给你的药 不是 不是你在店里买的 因为店里买的太多种了 有些 一点效都没有 有些毒性很大 所以你用药的时候小心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点药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三到六个月 什么意思 请 请 打破的那个life cycle 打破的生活史 这是点的 身上的杀死了 可是一个月之后 你环境上浮出来了 又跳上来 你再点一次 那三到六个月 点了三四到六四以后 你的环境应该是干净的 比方说点了一次你就expect 百分之百清楚了 是不行的 是不可能这样的 OK 所以就是说 得要不停的在这里 持续下去 点他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 这样你都 depends on 你那个跳蚤 有多少 越多你 你就是持续要越久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环境 有很多野猫啊 或松鼠常常在你后院 那个他会持续带来 那个跳蚤 蟲卵啊 或什么 那个跳蚤 沉蟲啊 如果持续这样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 要一年到头都要点 嗯 OK OK 好 那么这个药的话 还有听众在问的是说 有人说 说这个 药物对狗狗的肾脏 或者对他的 他们会造成过敏 会不好 那么他就想问 有没有现在 医师开的药 他不是overcounter 他是受医师开药的话 他说有没有在这一方面 在开药以前 呃 医师会 会会 会做一些检测 这个药 会不会对他的 或者他的狗 会比较敏感 会造成这种 内脏方面 器官方面的 一些冲击 OK 是这样子 我们开药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检查这个 我们通常是会依照 他那个药 他一定 他在 做这个药 他已经 就是做成这个药以后 他一定要在 狗狗 猫咪身上 测试过 要一定的数量 测试完以后 他 就是一个表会立出来 他的效率 就是多少 OK 然后他造成的那个 副作用是什么 吐啊 拉肚子啊 然后发烧啊 会 会发抖啊 会有神经症状啊 这些东西 他一个一个都要立出来 啊 做完certain 就是一定的数量以后 这个这个表出来以后 他要送到FDA 送到药物管理局去 去审核 如果他们觉得 这个 毒性不大 而且效用都很好 他们才会 get approved 他approve 他才会上市的 所以他在 不是他要做出来 就马上拿出来用的 所以 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通常都不会test 而且 不管什么药 一定有副作用 不管什么药都有副作用 对 人的药也是一样 不管什么药都有副作用 但是 看副作用的几率多少 那 一般来讲 一般正常 运气都不错的人 不错的果 用药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运气不好 就碰到了 有的药会造成呕吐 或者拉肚子 2% 3% 100只里面可能 2到3只会这样 有时候会seizure 0.几%会有seizure 会有那个 颠间发生 那 949的 狗都不会 那 有时候 运气不好 你的狗就会 那 那就是100% 对你来说 是100% 这样 所以 不管什么药 不管什么 over the counter的药 prescription的药 都有副作用 只是 percentage 很少 OK 所以这些 多少都是会有 这个副作用在里面 是 但是不一定发生在 每一只狗 或每一只猫的身上 嗯 好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 几率不是说 完全没有 但是并不高 不需要 不需要过于 就是紧张 就是了 我们这样子讲 应该是可以 你不需要过于紧张 不是说完全没有 只是说呢 几率并不高 对啊 自己 用完药以后 要 好好的观察 你有什么 兔啊 或什么 马上要跟 你的说医师 联络 所以说 over the counter的药 也会有副作用 可是你 你用 over the counter的药 用了以后 你无处去 去申诉 啊 你这上面有 800 number 你咋去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从 你说一次 那个药 他们有一定的管道 嗯 有一定的管道 接受这个 他一定 even他送 FDA已经approved过了 他送出来外面 做完 啊 就是 已经 已经approved 送到外面用的时候 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一定还要向FDA报告的 OK 呀 所以 啊 还是从您说一次 那里拿掉 虽然贵 贵一些 但是 保障是比较好的 好 好的 谢谢中医师 在这边的分析啊 那么下边的话 我们就要请中医师 来谈一下 因为 现在的话 我们啊 我们也跟这个 在SPCA啊 这是休斯顿的 我们说流浪动物之家 政府的收容所 里面也特别负责人呢 啊 这个Cory也特别谈到 就是说现在 在收容所方面啊 就是 呃 狗口 猫口 太多了 这个人口 这个 这个暴涨 所以很多的收容所 都没有办法收容 他们现在非常鼓励的 就是民众能够领养 能够领养 但是 我们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去领养的时候 呃 这个很难讲 有小狗狗啊 这种POPPY 大伙看了都喜爱 都想要 都希望能够带回家 因为太可爱了 可是带回家之后 以后长成什么样 你不知道 你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就是训练好 呃 能不能够进 他有没有一些 潜在的问题 或者会面临到的问题 都不知道 但是成狗呢 不管是一岁两岁 到七八岁 都有这种大狗 那么在领养的时候的话 都已经定型了 差不多定型了 所以我们听众就想要 请中医师 你们分析一下 如果说真的 爱心薄发 我们要给宠物流浪 宠物一个 一个温暖的家 那么在去领养的时候 如果是成狗 我们先不讲POPPY 我们讲这个比较大的狗 两岁以上到八九岁了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怎么样子选择 或者是说 你有些什么特别的建议没有 成狗 POPPY也是一样 有时候真的是靠运气 也不能说完全靠运气 就是第一个你观察 他的Behaviour 就是他是不是永散 OK 然后这个最重要了 那有些 我还有好多case都这样 他们也是出自于爱心 把狗领养回来了 刚回来的时候很好 几个月以后就开始 会对其他的狗凶 然后会开始打架 有时候打的血肉 磨浮 造成很 很 很 不可收拾的状况 有时候 客人来也会咬客人 所以不管是 医药上 不管是法律上 这个 这个负担就是非常重的 所以 有时候 真的 一开始看不出来 因为狗狗刚刚在外面 他在领养的时候 有些狗狗 他因为在外面嘛 已经流浪了很久了 可能也换了好几个家庭 他 他就觉得 就是 我有什么东西给我 我就很好 所以 就是 就会比较友善 OK 那 回到家以后 他慢慢 接受这个环境 慢慢习惯这个环境以后 他有时候本性就会露出来 所以 有时候真的很难讲 那另外一个 虽然这个不很科学 我觉得有时候是 是 命运的安排 是 你跟他有缘 你就可能 跟他在 就是 你们两会凑在一起 然后 营养他 可能 可能就跟你一辈子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 很好的建议 只是 当然 最重要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你看到如果说 一开始 成狗 你去看到他的时候 都已经很凶了 这里 枝牙裂嘴的 这时候 你当然 你不能领养 然后 看他身体的状况 有些 真的 我有一些 client真的非常有爱情 特别领养那些老 很虚弱 这里有缺陷 那里有缺陷 这里 会扑着 这些狗 下去 把它 把它养成 很健康的狗 有些人也是这样 那 所以 每一个人的出发点 都不一样 所以 这个很难讲 我没有办法说 有一个 一个定律 一个规则 在那里 让 可以follow 所以这一方面 朋友们 刚刚从医师讲了 这个有缘 看看 有没有这个缘分 有的时候 缘分真的很难讲 这个碰对了 那就是一辈子 一辈子的牵扯 所以 朋友们去选 选狗的时候 去爱 这个到 shelter去选狗的时候 要 我想他们还提供一个 叫我们等于是说 适应期 在这段期间 如果彼此不够适应 还可以 return 但是通常来讲 都不忍心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稍微谨慎一些 我想问一下 张忠医师 是否我们讲的 混种 mixed blood 这种混种狗 都比全种狗 要健康 要少麻烦 要聪明 也要友善 in general 是一般来讲 是这样 友善不一定 有善不一定 健康是 就是常常看到 就是混种狗 比如说皮肤的过敏 这些最主要皮肤过敏的 皮肤过敏 或者对食物过敏的 这个状况 混种狗会比较少 纯种狗会比较多 那友善是 完全靠他的基因 是怎么配的 有时候你 狼犬配了 悄悄 或者是狼犬配了 配了那个 golden retriever 出来的后代 他的那个aggressiveness 都不大一样 ok 好 好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听众还有一个问题 他有一只13岁半的 应该是senior 长辈狗狗 那么前一段 他说还送急诊 因为胰脏发炎了 现在 他是不是应该用自己 这位狗妈妈 他说 我是否应该自己煮饭 给他吃呢 不应该给他吃狗饲料呢 我煮饭是不是更好一点 如果是我用煮的 这位狗妈妈 显然他自己愿意 要希望能够 为他的狗儿子 能够多服务一些 他要煮什么比较好 是这样子 那个自己做食物 当然可以自己做 但是有很多那种微量的元素 你是没办法加的 所以狗饲料里面 有加了那些该有的 比如是对心脏 对眼睛 如果缺那些微量元素 对心脏 对眼睛不好 这些东西都有加在上面 猫咪也是一样 有加一些 那个微量元素 或者加有些氨基酸 能够防止眼睛瞎 防止那个心脏肥大 这些都有加在里面 自己煮的话 就没办法顾意到这些 但是呢 因为自己煮的妈妈也很多 所以在网上 你从来可以找到 那个formula 找到那个成分 是 就是你要加什么东西 加什么东西 什么都有 那一丈 一丈岩是这样子 一丈岩是 你一丈发炎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一丈 工作过量 比如说给他吃太多的肥 就说那个肥肉啊 有那个就是 太多肥肉 脂肪 然后造成那个 一丈工作过量 然后造成一丈发炎 所以你要给他吃食物 就是要低脂的食物 那很多大公司的 像Purina 像Science Diet 像那个Royal Cannon 这些都有特别食物 对一丈 狗狗狗的 这些都是处方的 每个公司都有 但是这个是处方 要医师处方才能够买了 对 这些都是处方 就处方的食物 就等于药一样 OK 所以一定要医生处方 所以很多公司都有 皮肤的 然后心脏的 肾脏的 心脏的 这些药 这些食物 都有特别处方 每一个公司都有 比如说 心脏要低磷 低盐啊 这些东西 然后 皮肤的要 就是说 它的氨基酸 要分解到很小 它会刺激 免疫系统 这些都有 就是当然就会比较 因为特别 特别处方 但是制作的 稍微会比一般的食物 贵一点 但是真的是很有效 OK 好 那么这位 这个非常有爱心的狗妈妈 刚才 中医师为你做了 非常详细的说明 也希望就是 其他的朋友们 也能够多注意 那么不同的这个病 有不同的 这个饮食方面的要求 那么有一些 还是需要 有处方方面的 这个要求 可能会对你的狗儿子 对你的宠物孩子们 会有 就是缩短 他们的病痛的时间 增加他们健康 这个增长的机会 所以再次的谢谢 钟山音钟叔叔 在今天带来的讯息 谢谢钟叔叔 那么我们就下个月 我们继续空中再讨论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OK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